对于千八年来解释不到的神秘事物 有人不相信 有人好迷信 有人迷而不信 就让我们一一来拆解 信而不迷 Hello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信而不迷 之前和大家分享过 我们不应该去批判别人 因为当我们批判别人的时候 其实那些批判都会回到我们自己身上 在这个吸引力法则里面来说 我们经常都会很相信 我们的意念会创造实相 所以我们都不需要去为别人 去创造他们的命徒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其实在我身边 我都遇到不伐很多朋友 他们很喜欢去为身边的人 去创造不同的实相 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个所谓的创造实相 就是他是这样的 他一定是这样的 然后就帮他编造一个故事 例如我有一个朋友 他经常都会为他身边的不同的同事 去创造他们的故事 跟同事的关系又打得不好 那经常都会对我说 那个同事他又不会工作了 或者是那些同事他又不会工作了 又或者是他们是很好生意的 就是做货售的 很好生意的 经常都能开单的 但是我又开不到单 是什么呢 那因为他们敢敢敢 因为他们敢敢这样 因为他们有他们的天生的资源 所以他们就可以很容易地去开单 其实如果你换个角度去看,其实人家天生会有一些能力,一些财能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欣赏人家的财能呢? 那可能你会说,但是他那些天生的财能是我没有的嘛 那我不可以学到他的嘛 那这样东西,没有人叫你去学他的 你都可以发掘自己有些什么财能去做 但是我们在这方面,自己没有的,很容易去看人 别人就觉得,别人那样东西都是靠这种财能的,只有这种财能 但是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懂得去欣赏别人那一套 那他其实就算是仰静身材正的 那都是他的天赋嘛,对不对? 就算你说他不是很努力的 但是他靠仰静身材正,可能他靠嗲工 可以哄到一些客人帮他开单 那其实都是他一个技能,也可以欣赏他 但是,可能你会觉得,其实我不行的,我做不到这种财能 老实,你给我呢,我也不行的 我都不可以是靠第一工,或者又不是仰能又不是身材正 去开单,我也是不行的 但是,我们可以发掘自己的其他潜能 那可能,我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 那我很努力去做我应该要做的东西,准备的东西 而去开单,那都可以做到的 那另外一方面,有很多时候,都会贵望那些客人 就觉得,那些客人都是弄苦我的了,玩我的了 那样,因为他又想这样,因为他又想贪方便 又或者是,想跟我资讯意见之后 其实是,拿了一些的消息,拿了一些的资讯 那但是,他跟着呢,就是不帮衬我的了 搞一会儿,没有帮衬的了 那所以,我这单生意都是做不成的了 那我都跟他说了很多次,我们不要这样去想先 那你要,手头上你要做的东西 那就尽力做了他先 不要首先为对方假设一个立场 觉得,他就一定是在你身上想拿了的了 然后呢,就去光顾第二个 那很老实说一句,这个世界呢 每个人都会去价格的嘛 你去街市买菜啊,你买筋菜啊,你都会价格啦 你都会看,这档菜档便宜点 那档菜档贵点 又或者,这档菜档的阿姐好相遇点 那档又没那么好相遇 那其实很简单,我们生活上经常遇到这样的例子 那我们明白到每个人都是这样 都会有这一个心态的 那他来格价或者来拿资料是不要紧的 那只要你做好自己啦 尽自己能力去做到 你可以带给他的东西 那我相信,其实 十单,二十单,三十单 那怎么都有一单可以博颂吧 那如果我们每一单都是抱着 那我的心态 我都会做足我的东西的 是的,我会做足所有的 给他所有资料 帮他做所有资料搜集 但是我的心态都依然抱着 他都是玩我的了 是的,都是搞搞阵子 没帮衬的了 这单生意都是做不成的了 那我告诉你们 绝大部分的机会 你都是做不成这单生意的 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这样去 去为别人 去假设一个 他们的立场 或者他们的故事 但可能他们未必是这样想的 又或者你的上司 你都会觉得 有时候有些人会觉得 那些上司不太理我 又经常在说我 有些什么事 都是拿我来祭旗 那他肯定是不讨我的了 肯定是不怀好意的了 肯定是想我死的了 那为什么我们经常都要去 为别人去创造他们的想法呢 其实这个想法 我们去为他加株在他身上呢 其实在模型中是真的创造了的 那我有另外一个朋友 他因为要整天照顾家人 身心很疲累 但是呢 他经常都会是很正面的 都会知道其实呢 所有的家人的生活 细节 所有事情 其实都是需要倚仗他的 所以他都会很努力 这样去令到自己保持一个身体健康 你才是自己健康 你才可以照顾到别人 但是呢 也都很容易去为自己的家人 加持一些不同的想法 例如是 这位家人呢 他经常都很喜欢在家里 这样这样这样 随着扔东西等等 其实他是想做死我的 他一定是想我死的了 又或者是 那个家人呢 他很不爱惜自己的 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健康的 其实有时候呢 那些老人家呢 他们去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健康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都是为了吸引我们的关注 那当 试过是 陪多一些老人家的时候 那老人家他开心了 那其实呢 他自己呢 都会慢慢去爱惜自己的身体 但是 那时候 自己又忙了 又不那么有空陪他了 那老人家呢 又开始放屁自己 又开始不理自己的身体 那 那 他就会常常说 他只是想吸引我们的关注 那 他其实呢 就是想我们哄他 那这个人之常情来的 那就是老人家退休 没有东西做 要我们的年轻陪伴 其实真的很正常 那 那其实你将心比己 我们小时候 都是他们把他们的全副心力给了我们 那 那当然 我们现在 要做 要做在事业上 冲着的阶段 你真的未必会那么多心力 又要照顾上 又要照顾下 但其实他们当年都是在做同一样东西 那但是呢 往往他就很喜欢 就帮老人家呢 就作一些故事 就 他一定是这样的了 他放弃自己呢 就是觉得 你们不理我 我就死给你看 那我就会慢慢呢 令到自己呢 身体衰弱 有没有所谓 就是 我开心一天 就一天了 我不开心 就是这样过一天的了 那我就不开心了 那我起码 那样东西是 我要拿到你的 attention 那他就会觉得 那既然老人家 他自己这样去 放弃自己的生命 放弃自己的健康 那我都控制不了的 那这个是的 因为每个人都有 他自己的独立思想 独立思考 我觉得是没有权去左右别人的思考思想的 那所以既然 如果他真的有一个 一个这样的想法 觉得 没有人陪我的话 那我不如 令自己叫做 慢性死亡 那又可以 就是觉得 舒服些 又令到自己的心快慧些 这些是一些很奇怪的心理行为来的 那但是 我想说的是 很多时候 我们很容易地去 帮别人去创造了这个故事出来 就是说他一定就是这样 想慢性自杀的了 那其实呢 他本身不是这样想 你帮他创造了这个故事 搞搞下 他都会变成这样想的 你可能会说 哇有没有那么厉害啊 有没有那么神啊 可以帮到别人去创造他的故事 那我都创造了自己先 是的 我都创造了自己 发达 或者吊金归世 但是其实真的 创造别人的故事呢 是容易创造我们的故事的 就是等于我们在 卡西基督读那里去创造别人的故事呢 我们是容易创造自己的 那这个是一个很神奇的吸引力法则来的 那所以呢 如果我们为别人创造了他一个 可能不是那么好的故事 那又何必呢 那所以其实每个人呢 他的命徒呢 都是有他自己的选择 那我们是不需要去挥别人去 就是创造他们的实相 那如果要创造的话 那不如创造一个美好的实相 那创造一个美好的实相 那创造一个美好的实相 就觉得他呢 是会开开心心的 就是就算我没有空陪他呢 他都会懂得体谅我们的 那当然你会说 哎 那他真的不是这么想的嘛 那我是这么想而已 我不可以左右到他的思想的嘛 那我们尽力而为 是的 尽力而为这样去想的时候 那无形中也都是 那老人家可能他自己会 懂得想通呢 就是无论是身边的家人 还是是朋友 还是是工作的伙伴 或者是上司 所有人制关系当中呢 其实每个人呢 都有他自己的命徒 都有他自己的思想的 那我们是不需要刻意去 为别人创造他的故事 那所以其实 如果要创造的 就帮他创造美好的一面 就不要整天呢 就去创造他的负面的一面 因为你越是创造他的负面的一面 吸引力法则呢 越是帮你去显化这个负面的一面 应用到他的身上 所以我现在慢慢 大家都是在学习当中的 那我慢慢都会 学习去尝试去 就算去想别人的 或者去创造 有时真的小不免的 去创造别人的故事 他一定是这样想的了 那尝试从这一方面开始的话 就算我们真的忍不住 要帮别人创造故事的话 都尝试帮他创造美好的一面 如果他有什么事 你有意见的 有留言的 那你都尽量帮他上一个 好的留言 那其实你帮别人创造他的幸福 帮别人创造他的美好的故事之外 其实那套力都是会 彈回你自己身上的 那你就很厉害的了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一个创造者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一个天生的创造者 不过在我们过往的生命当中 我们是习惯了 去帮别人创造他们的坎坷 创造他们的不滞 常常都觉得 你一定是这样的了 你常常想着打击 你还是没有出息的了 这样 那他真的没有出息 常常都是老人家 讲到那句 我觉得很英国人的 就是不坏都被你说到坏了 是吧 不坏都被你说到坏了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不如赚多些别人 是的 帮别人创造更加美好的实相 那其实从而令到我们自己的心 都会开心一些 就是你赞美别人 你帮别人去创造一个美好的时候 你自己的心都会开心一些 那从而也会令到你自己的生命路途 是会更加顺畅 那这个呢 对于我来说 就是在人自助到人自道 你帮别人的同时 你道别人的同时 其实也是在道自己的 那我今次呢 分享就是这么多了 那我们下次呢 就继续分享 我有一些不同 在吸引力法则里面 我自己的一些 一些不同的经验分享 那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那如果大家都 喜欢我的分享的话呢 希望大家都可以like subscribe 和share给你的朋友 最重要是按一下小铃 我们下次见啦